至少的话,请各位筛选题名 看你要筛选这个题名应该是指刊物的 应该算是它这个书的名称 书名,或者是说它期刊等等 这好像蛮多,它有相关的类型 图书为主,还有DVD等等 另外的话,如果要查作者 或者是其他你还可以分类,按照类别 按照院所,气所等等 也可以自己再增加按钮 好处就是说,你直接可以输入一个关键字 它自动帮你把结果找出来 甚至是其他栏位,你也可以这样来做查询 当然,如果你将来要多个条件 比如说哪个或哪个的话 你可以参考类似像这样 这边有一个筛选条 就是说,看你是第一个条件 或者是第二个条件 你可以用或 当然,另外一种筛选方式是end 偶尔的话是连级 那end的话是交级 如果你有多条件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把这个方法带到底下 你可以说,如果你要查两个条件 就是作者跟什么呢 刚好作者,然后又要查题名的话 那你可以筛选题名或作者 或者和作者也可以 两个,看你要怎么去筛选 那这边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变化 反正就是说你想要查什么 自然就可以查到你想要查的资料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也是上个礼拜 我们有讲到的 就是切到下一个图书资料年份 那其实上个礼拜 因为最后时间所剩无几 所以我就很快的怎么样 把那个,有没有 它实际上是题目里面讲的是说 它必须有几个条件 条件很多,有没有还记得吧 在204的第二个page 这边,它要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2010以后的 第二个条件是借购号的末 末是后面,末4码是6664 然后书目编号前两码是2324 OK,它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是end 一定要这个以后的 而且要末4码是这个 然后这个书目前两码是这一个 当然我们之前的用的方法 实在太困难了 为什么?因为这一串 光要把它做出来记得吧 我看如果现在考试的话 应该没有人会答对 OK 里面的话是新增规则 有没有,就是先end 然后记得这边要锁住 锁哪一栏呢?锁F栏 为什么?年份吧 必须这个大于多少? 2010 而且末的话就write write是后面 哪一栏呢?A栏 有没有,借购号是在A栏 所以记得是把A前面要锁起来 借购号 然后6668 另外2324是在什么? 在前面就是lapped 这个和这个全部做完 看起来真的是太困难了 做完之后你会发现 有的条件是这个4 往下还有吗? 还有这个,这个也是 因为它2010以后2011 然后另外的话 它的后面是6668 没错 然后而且 它的编号是24 必须这三个条件都为true 它才会帮你把它选起来 不过你会发现 用这个方法 实在是太复杂了 所以请各位上礼拜 如果你做完 我们换个方法 看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 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说真的 一般实际上 我们不太会用这个方法来完成 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跟各位讲 其实你可以换个方法 一,请你把上个礼拜 如果你有做的复制一个 我们先在旁边做练习 第一步的话 把它Ctrl加按住拖拉 它会产生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旧的就把它保留 新的我们来用第二种方法 什么方法? 首先第一个 我先把原来刚刚做的 设定格式化条件 把它清除掉 清除的方法当然 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边有清除规则 你就整张工作表规则 按下去它就清掉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管理规则 就是这个 你可以把它删除规则 按确定 这样也可以删掉 我是建议的 用这个方法 比较感觉的出来 把它删掉 好 可是问题删掉之后的话 如果我要做出一样的结果 那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其实如果说你希望 它的条件是说 那三个条件都要为处 就把那个三个 所以道理是一样 跟刚刚一样 先找到之后 怎么找 第一个年份 所以其实如果你不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里面的公式 把公式打上去 这个非常困难 那有没有简单一点 其实我建议 你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哪个方法 你可以用筛选 其实就是利用什么 我们刚刚做的 1 先点选资料的筛选 游标记得放在第一列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放在F1 OK筛选 2的话 其实就是 如果你第一个条件 是 年份是在哪里 2010以后 所以你可以怎么 点下去说 因为里面是放数字 所以它是数字筛选 那你可以看到 2010以后的话 那应该怎么 应该是大于等于 有没有 大于等于2010 所以你就找到什么 大于等于 这个地方 年份 它是数字筛选 那我要2010以后 那我就大于等于 有没有 那就输入2010 按确定 你会发现 留下来的 就只剩下2010以后 而且包含2010 end 等于 第二个条件 什么呢 借购号 它的MOS 字码 是6668 那我怎么让它留下6668 所以第二个条件 你可以看到 在借购号再点一下 然后它会出现文字筛选 因为里面是文字 有没有 它有ABCD这个 或者是中文 即便它里面有数字 但是在Excel 还是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那我们把它文字筛选 那我可以什么 应该选哪一个呢 MOS MOS的话尾8 尾8应该是哪一个 结束于 结束于 那我就把什么 6668 三个六一个八 把它输入上去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有第二个条件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边是年份 这边是借购号 有了 你会发现 有点像缩小 缩小范围 等于是有点漏斗 第一个漏斗 而且它其实这个图 蛮有想象空间的 让你好像知道 原来漏斗 第一关 获了 再第二关 第三关是什么 第三关是编号 开头 23 获24 所以第三个条件 书目编号 筛选 获 所以特别注意 它预设是只能用一个条件 如果你要两个条件的话 请归数一下 请你要选择这个 所谓的制定筛选 制定筛选就是说 如果23或24的话 务必一定要选这个 制定筛选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制定筛选 然后应该是什么 开头 所以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开 所以底下 不是大于等于 应该是什么 开始于 有没有 开始于 刚刚有结束于 应该是开始于在这里 然后 23 第二个条件 应该是获 所以请记得 一定要改成获 你不能用且 且的话就23 而且24那不对了 一样是开始于 所以底下的话 开始于 24 OK 可以过 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按确定的话 这样OK 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出现的结果 完全找不到 为什么 主要的原因是 我把这个先移除掉一下 这个筛选先移除 主要的原因是 这里面是数字 那如果你是开始于或结束于 它 基本上是 文字才有办法开始于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能要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栏位 可能要先做一些处理 才有办法找到我们要的23或24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上个礼拜 图书资料年份这个部分 先试试看 这两个栏位OK 可是这一个栏位就不OK 可是不OK的话 我们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让它可以 按照我们要的 也可以做出结果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